一到秋天,葡萄开始大量上市 葡萄是一种营养十分丰富的水果,被称为水果女王 葡萄中含有60%以上的油里水和胶体复合水 还有碳水化合物、葡萄糖、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 可以说葡萄全身都是宝 葡萄的汁水、种子和葡萄皮富含强效的抗氧化剂 白莉芦醇和黄酮类化合物含量都很高 具有阿斯匹林药物的溶栓和抗氧穴作用 可以预防缺血性中风,预防脑梗塞和脑血栓形成 同时,葡萄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比如维生素B1、B2、B6、维生素C和维生素P等 还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有益于神经衰弱和缓解过度疲劳 葡萄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但同样也有很多禁忌 葡萄和这三种食物一起食用,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1、海鲜 葡萄属于含柔酸较多的水果 海鲜中有很多丰富的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物质 当两种食物碰撞在一起之后 会出现呕吐、腹泻、腹胀等症状 因为葡萄中含有柔酸 柔酸遇到海鲜中的蛋白质会凝固沉淀 形成不容易消化的物质,增加肠胃负担 2、白萝卜 白萝卜是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 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炒着吃 可以缓解人体肠道的消化不良的症状 但是葡萄和白萝卜是不能一起吃的 因为葡萄中含有大量的植物色素 如果和萝卜一起食用 经过胃肠道的消化分解之后 会产生抑制甲状腺功能的物质 诱发甲状腺肿大 3、牛奶 葡萄中含有果酸 比如九石酸、苹果酸、柠檬酸等 而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果酸和蛋白质相互反应 会造成蛋白质凝固 而且牛奶中有些成分 还会和葡萄中的维生素C发生反应 不但会影响吸收 伤害胃肠健康 甚至严重会出现腹痛、腹泻、呕吐